红可声泪俱下的控诉 倒出了多少全职太太的心酸 这儿红可崩溃大哭的一幕 发生在某档夫妻类综艺中 彼时嘉宾讨论到婚后生活时 唯一不是面带娇秀地分享着 婚姻生活的甜蜜点滴 然而红可却始终忧郁不已 之后忍不住破坊表示 自己非常后悔结婚 这一刻大家才意识到 这么多年咱们都被沙印 幽默风趣的表象蒙蔽了双眼 也盖住了红可所有的心酸 沙印和红可的爱情 看似甜甜蜜蜜 实际上早已暗潮涌动 而这一切早在二人结婚前 就埋下了伏笔 当年红可容貌秀美 主持深受杨妈喜爱 访谈丽娅同期节目 演戏拿下收拾冠军 可她却在一众追求者中 挑中了一球二百的寄居系沙印 原来当年两人结婚的时候 她也从来没有求过婚 而是用的威胁手段 彼时的二人才恋爱一年多 沙印就抛出了这项选择题 此时的她没车没房没存款 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红可 还是妥协了 那时的她没意识到 就连求婚的仪式感都没有 那婚后更不可能拥有了 果不其然 两人婚后的日子 过得十分艰难 尽管沙印当年凭借白斩堂爆火 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好的发展 引致于结婚四年后 依旧买不起房子 出于无奈 红可只能投奔娘家 带着属于自己的一家四口 挤进了娘家的三军室 其实再困难的生活 红可为了婚姻都能忍受 就是接受不了杀业的态度 当时为了照顾两个儿子 红可不得不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 几乎变成了全职太太 可丈夫却觉得这理所应当 在家绝不动手 做半点家务 有垃圾也不会扫一下 直接绕道走开 别人出差回来 给老婆带礼物 沙印去给红可 带回一大堆穿过的脏衣服 简直就是把老婆 当成免费的帮母对待 奇葩的是 夫妻二人发生争执 沙印非但没有安慰混可 反倒将他拉黑了 然而对于如此气愤的事情 沙印居然事后毫无悔改之心 甚至一脸无所谓的当作玩笑 对着大家侃侃而谈 真不知是沙印太幼稚 还是手中拿的是女主剧本 果然被偏爱的人 有恃无恐 可又有谁知道 红可那天晚上 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呢